台北市長柯文哲 台上高歌一曲 一旁的人口罩 有戴等於沒戴 网紅四插帽踢爆 二十九號這場新一區 上千人臨環晚會 柯文哲沒戴口罩 但其實白天副市長 黃珊珊才被前民進黨 桃園市議員王浩宇檢舉 上台唱歌 沒戴口罩 不是每個人問的話 我們都需要去回應他 因為根據指揮中心 三月份的防疫規定 唱歌必須戴口罩 只有在拍照或致辭等時候 可以脫下口罩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會依照防疫規範 去了解一下 當時被檢舉的狀況 也會請當事人說明 之後經過判斷 如果該罰的話就會罰 我們就等著看衛生局 敢不敢開罰他的老闆 我們台北市市長也好 副市長也好 可能都被了這個選舉 或輔選太這個害了 太沖昏頭腦了 因為現場有一百桌 隨時隨地 一言一行 都會被人檢視 其他人大家都謹守規定 來因安酸柯文哲得意忘形 因為同場的滾档 立委蔣萬安 口罩可是戴緊緊 我身為工作人物 民意代表 我們在跑行程 一定是以最高標準來檢視 我們大概三月一號 那時候公布 就是說唱歌的人戴口罩 柯市長 執法犯法嗎 正當疫情延燒之際 的確做了最壞示範 進行我們黃軒 劉威廷採訪報導